提起锤头鲨 王国捕鱼达人的观众一定都不陌生 就是里面价值金币最多的那种大头鲨鱼 锤头鲨呢又叫双继鲨是一种比较凶猛的鲨鱼 极端的情况下会攻击人类 前两天在美国的一个海滩上一条体型较小的双继鲨 被渔民拖上海滩之后 竟然在挣扎中生了鲨鱼宝宝 这条双继鲨是被佛罗里达州巴拿马市一位渔民调上来的 视频中很多在海边嬉戏的人都目睹了鲨鱼被拖上岸的一幕 这头鲨鱼大概有一米五长正在剧烈的挣扎着 就在双继鲨被拖到潜水区的时候 围观的市民突然发现在它腹部下面的沙滩上多了好几条扭动的小鱼 仔细一看数量还在增多 原来受到惊吓后这条怀有身孕的双继鲨就在沙滩上生产了 围观市民看到的小鱼正是它产下的小双继�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 当地的渔业官员在接到举报之后就立刻赶往了该处海滩 试图将这头鲨鱼引往深海 非常遗憾这头双继鲨在当天下午的三点左右还是不幸死亡了